很久以前 江南出了一个才子 名叫祝才斗 那真是才高八斗 学富武车 但是他这人放荡不羁 无意科举 整天游历于山水间 他喜爱山水 并不是像徐霞克一样真正的喜爱 而是想在山水之间偶遇神仙虎鬼 成就一样的喜爱 一段佳话 学得点识成金之术 安享荣华富贵 祝才斗看过不少唐宋时期的智怪小说 最喜欢清朝的《聊斋志义》 相信那些都是真的 只是很少有人机缘巧合之下 得此家缘 他自己也记录了很多游历山水的趣事 只是少了邂逅神仙虎鬼的奇遇 深以为悍 他曾经写了一篇 至神仙虎鬼书 焚香祷告 念完以后 烧了文章 希望能够被神仙虎鬼知晓 夏凡与他共许加话 这一天 筑财斗登上一座偏僻的高山 正走在山路上 忽然迎面走来一名女子 注视着她的眼睛 默默寒情 露出魅笑 祝财斗大喜 说道 如此偏僻的地方 邂逅家人 实乃三生有幸 小生祝财斗 见过家人 急忙拱手行礼 美女娇笑着说 我看过你的 至神仙虎鬼书 文采斐然 情真意切 很是感动 故此夏凡与你相会 你如何我结婚 成就一段家园 我保你一生 荣华富贵 祝财斗大喜 说道 只要能与家人朝夕相处 成就一段佳话 小生已经满足了 如果能够获得荣华富贵 岂不锦上添花 两人当即搓土为乡 拜了天地 成就好事 女子在一处山崖边 伸手画了一个洞口 领着祝财斗走了进去 只见里面金碧辉煌 宛如仙境 两人住了下来 两人嬉戏之时 祝财斗问道 你是何方神圣 还没有请教尊姓大名 女子笑着说 我姓白 说出来 怕吓着你 笑脸突然消失 变成一个骷髅头 吓得祝财斗 一下子跳起来 躲得老远 白氏恢复美丽面旁 哈哈大笑着说 世上任何美色 都会衰老 最终变成一具白骨 美色即是白骨 白骨即是美色 你怎么看不透彻 我看你是夜宫浩龙 表面上喜欢神仙虎鬼 骨子里贪图美色 自我欺骗而已 祝财斗善笑着说 我是凡夫俗子 故此迷惑于色相 无可厚非 还请白姐姐以后不要吓唬小声了 白氏笑着说 好了 以后都保持美美的 不会再吓着你了 转眼十几天过去 这一天 祝财斗问道 白姐姐 你我已经婚配 说好的荣华富贵呢 白氏娇笑着说 你我神仙一般的生活 不愁吃不愁穿 天天锦衣玉食 还不算荣华富贵 祝财斗摇头说道 算不得 算不得 真正的荣华富贵 不但金银无数 奴仆成群 而且仙衣怒马 所有人都要卑躬屈膝迎接 如日中天 极为尊贵 白氏看了看他 笑着说 你别急 早晚会有的 这一天 本来晴空万里 却突然阴云密布 紧跟着电闪雷鸣 天空中落下两个金甲神将 一锤子把白氏打死 变成一具白骨 助财斗战战兢兢地问道 天神大人 为何打死我的挚爱 神将哈哈大笑 说道 真是一个糊涂的书生 他分明就是白骨精 看到了你的至神仙虎鬼书 窥知你心底里贪恋荣华富贵的肮脏想法 故此来诱惑你 摄取你的阳气 我们两个是日之神 路过此处 故此将他打死 助财斗战战兢兢地问道 据小生所知 西游记里记载 白骨精不是已经被孙悟空打死了吗 另一个神将说道 此白骨精非比白骨精也 世上何处无白骨 故此处处都有白骨精 美色极是白骨 荣华富贵 何尝不也是白骨 你也是一具白骨而已 助财斗瞪着迷茫的双眼 似懂非懂 先前的神将说道 你满腹才学 不走正道 整天妄想 神仙虎鬼 贪图不劳而获 留着脑子何用 说完 伸开蒲扇一样大的巴掌 拍在助财斗的脑袋上 助财斗只觉得头疼欲裂 眼前一黑 晕了过去 等他醒来 发现自己睡在草地上 却想不起为何会来到这个地方 自此后 助财斗的脑袋里 再也没有神仙虎鬼的奇思异想 也失去了放荡不羁的个性 一心读书 追求科举 后来中了进士 最终官至总督 也算获得一场荣华富贵 至此 他才彻底醒悟 人生的任何获得 要靠本事挣来的 而不是妄想的 清朝初期 朱成县的秀才孟山鹤 文才斐然 非常有名气 可谓少年成名 但是生下来就体弱多病 是个药罐子 到了十九岁这一年 病情加重 身体越来越虚弱 这一天 小丫环煎了药汤 端给孟山鹤服用 他正在喝药的时候 忽然听见小丫鬟放了一个响屁 他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一口药枪在喉咙里 竟然枪死了 家人赶紧给孟山鹤办丧事 通知亲族前来调宴 那知道第二天早上 他忽然活了过来 亲族们非常惊讶 赶紧端来一碗姜汤 喂给他服下 过了一会他恢复了常态 大笑三声 说道 我悟到了 大家惊问怎么回事 孟山鹤说 我前世是一位和尚 精通禅礼 昨天死去 魂魄去阎王殿里报道 路过一座寺庙 听见诵念经书的声音 忽然开窍 故此又回来了 大家都高兴地祝贺他 孟山鹤虽然活过来了 但是身体仍然多病 卧床不起 不过他对佛经很感兴趣 听说现境内有一位高僧 对佛经很有研究 令家仆把他请来 坐在床前给他讲解佛经 高僧对楞严经很有心得 就给孟山鹤讲解这部经书 但是高僧没讲完一小节 孟山鹤都会说 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 你对佛经参悟不透 还没有领悟到佛经的深邃 道行差远了 高僧不服 让他论证 孟山鹤说 要是我的身体痊愈了 验证佛里又有何难 于是把高僧送走了 家人请郎中来治病 孟山鹤拒绝了 说道 我这种病除了一个人 谁也治不了 家人问是何人 孟山鹤说是附近的书生安世尹 家人惊讶地说 安世尹只是一个书生而已 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会治病 孟山鹤讲了起来 安世尹前世是个精通奇黄之术的郎中 一生没有儿女 也没有授徒 过奈何桥的时候 孟婆觉得如此高明的医术 失传了可惜 就没有让他喝孟婆汤 安世尹一生下来就懂医术 但是他没有以行医为业 只是家人和左右邻居有病的时候 他才会诊治 故此知道的人很少 孟山鹤说 我也是悟到之后 才知道这些 不然的话 找他治病 早就痊愈了 家人要去请安世尹来治病 孟山鹤叮嘱说 你带着厚礼 态度一定要诚恳 要多次哀求 他才肯来 家人去了安家 说明来意 安世尹果然推辞不会医术 家人多次请求 言辞懇切 安世尹反问道 你又是如何知道 我会医术 家人讲了孟山鹤死而复生 参透佛里的事情 安世尹才欣然而亡 安世尹果然医术精湛 他对症下药 三副药吃下去 孟山鹤的病就好转了 孟山鹤非常感谢他 赠予了许多银子 安世尹以他不靠行医生活为由 坚持不受 他每隔几天都会去孟家 给他诊治开药 孟山鹤的身体越来越好 这一天 安世尹从孟家看病回来 忽然进来一名女子 对他说 我是丁尚书家里的丫鬟 和紫花和尚有仇 他投胎转世为孟山鹤 在偿还前世的夜报 你如果再去医治他 小心大祸临头 我让你生不如死 安世尹问道 你和他到底有什么冤仇 女子讲了起来 原来 紫花和尚道法高深 丁尚书的夫人 把他供养家中 由于丁尚书在京为官 长期不在家里 时间一长 夫人把持不住 与紫花和尚有染 有一次 两人私会之时 被小丫鬟撞见 夫人担心小丫鬟说出去 让丁家蒙羞 指使紫花和尚杀死小丫鬟 埋在后花园的花树下 当了养花的肥料 小丫鬟蒙受冤屈 不肯投胎转世 要亲眼看着紫花和尚来 是偿还夜报 孟山鹤之所以体弱多病 就是夜报使然 眼看孟山鹤就要死了 想不到被安世尹就活了 安世尹听完 说道 此人确实该死 我保证不去给他治病了 女子听了 忽然隐身不见了 过了两天 家人又来请安世尹去给孟山鹤复诊 他坚持不去 并且讲了不去的原因 家人回来后 对孟山鹤讲了 孟山鹤长叹一声 说道 罪孟山鹤是前世造就的 今世偿还是应该的 我本来以为悟到了 想瞒天过海狗活下去 无奈仇人盯得太紧 也罢 该来的早晚会来 死就死吧 过了几天 孟山鹤就病复发 这次真的死了 很久以前 有一个名叫宣文明的书生 奉母命到江南的一座明寺里烧香还愿 明寺建在一座明山上 烧完香后 宣文明见山上景色秀丽 信不上山观赏风景 走在山路上 他忽然看见一名女子迎面走来 长得天资国色 不由地看呆了 女子一双会说话的眼睛 也盯着宣文明看 脸颊飞上两朵红云 正所谓 既不可失时不再来 宣文明心里清楚 如果错过了 将会成为一生遗憾 宣文明急忙行礼 自报家门 和女子搭讪 两人相谈甚欢 宣文明得知 女子名叫绿珠 父母双亡 与一名小丫鬟和一名老仆 住在不远处 如今还未婚配 宣文明大喜 第二天便持着明帖上门提亲 绿珠欣然同意 宣文明带着他们三人回到老家 择日成了亲 婚后的生活很是甜蜜 绿珠很是勤快 把家务操持得井井有条 根本不用老母亲操心 按说 有了儿媳妇操劳 老母亲可以好好的享清福了 可老母亲福伯 一年后得病去世 因为老母亲生前总是和宣父争执 他叮嘱宣文明 把他单独安葬 离宣父的坟墓越远越好 宣文明找来风水先生 选了一处风水宝地 将老母亲风光安葬 可是 过了不久 当地的土豪猎身狗二世带着人找上门来了 生言宣母的目的是他的地皮 要么赶快迁走 要么赔偿五千两白银 这座山原本是无主的 狗二世声称是他的 纯属胡扯 但是 狗二世拿出一张伪造的地契 告到官府 县令和狗二世早就密谋好了 把宣文明抓到大堂上拷打 师爷从中调解 让宣文明把名下的五十亩粮田卖给狗二世 狗二世撤诉 此事就此罢休 这就是狗二世的真实目的 借故买走粮田 这些粮田是宣家生存的根本 宣文明当然不可能答应卖掉 于是县令将他打入大牢 绿珠拎着石河来探监 看见带着锁链满身伤痕的宣文明 禁不住悲从心来 宣文明叮嘱绿珠保重 看来他这次在劫难逃 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 让绿珠回到老家居住 以免被人欺负 绿珠止住悲声 说道 宣郎但请放心 我有办法救你出来 你要耐心等待 千万不要胡思乱想 回到家里 玉珠翻出一道手玉和一个玉佩 让丫鬟秋叶坐着马车 赶紧到京城找皇帝 秋叶风尘仆仆地赶到京城 来到皇宫门口 拿出手玉 交给侍卫 侍卫看了看 匆匆地走进皇宫汇报去了 这份手玉 是皇帝留下的 十八年前 皇帝心血来潮 带着心腹大臣 到江南微服私访 在拜访那坐明寺时 偶遇绿珠的母亲 惊为天人 皇帝临走时 得知绿珠的母亲 已经有了身孕 留下手玉和信物 以及很多金银 让她日后到京城相认 绿珠的母亲 不愿当皇宫里的金丝雀 安安静静地在家里 抚养绿珠 几年前 她得了重病 临死之时 对绿珠讲明了她的身世 留下手玉和信物 绿珠对于父亲 抛下他们母子不管 本来心存怨恨 不愿去京城父女相认 如今 为了搭救老公宣闻名 她只得向父亲求救 皇帝见了手玉 赶紧让侍卫把秋叶请进来 大哭着激动地说道 你就是我的女儿 秋叶赶紧跪下 严明自己的身份 讲述了绿叶的身世 以及此行的目的 并且拿出了玉佩 赌物伤情 皇帝不由地想起了风流往事 不免唏嘘起来 她马上颁布一道圣旨 为派宣服使去查清此案 临走时皇帝修书一封 让秋叶带回给绿珠 希望她能到京城来 妇女见上一面 宣服使到了地方 查清此案 把县令当场革职 判处苟二世流放边塞冲军 宣闻名予以释放 从官库里拿出五百两银子 给予安抚 等到秋叶一路风尘仆仆地赶回来时 宣闻名早已出狱 绿珠看了皇帝的书信 淡淡一笑 说道 侯门深似海 不去也罢 我与她只有妇女之名 没有妇女之情 相见何意 只会徒增烦恼也 绿珠虽然不愿去京城相见 但是皇帝却没有忘记她 每一年的春节前夕 她都会赏赐许多钱物 派侍卫送来 绿珠不堪其扰 后来说服宣闻名 搬到深山里隐居 两人后来生了三个孩子 一家人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很久以前 深山里住着一户牧羊人 家主姓柱 人称柱大郎 养着二十多只山羊 一家人全年的吃喝开枝 全在这些羊身上 山上生活着一家狐狸 祝大郎牧羊时经常看见 彼此互不干涉 相安无事 这一天 老表家里添了闺女 祝大郎把羊群关在羊圈里 让老婆照管着 他带着儿子去喝满月酒 酒席散后 大家坐着闲聊 雷大爷讲起了狐狸骚扰村人的事情 大家饶有兴慰地听着 嘖嘖称奇 雷大爷的村子 离此四五十里 村里零零散散地住着几户人家 有一户姓白的人家 女儿被狐狸迷住 整天躲在闺房里不出门 父母要是进去 他生死力竭地叫骂 有时候还拿着剪刀乱刺 父母不敢进去 每次把饭搁在门口 让他自己拿着吃 如果请郎中治病 他会拿着剪刀追杀郎中 力气大的惊人 谁也拦不住 这以后没有郎中赶上门 过了两个多月 村里来了一个游方老道 白家请他来给女儿治病 老道说 你家女儿被狐狸迷惑了 我来帮你捉狐吧 他记起法器 嘴里念念有词 不一会 面前趴着一只黑狐 老道拿出一个瓶子 黑狐变成一股浓烟 吸进了瓶子里 白家女儿苏醒过来 说是有个男子天天待在他的闺房里 他整天昏昏沉沉的 他本来定了亲的 男方听说他被狐狸迷惑过 退了亲 女子至今无人提亲 村人都说狐狸害人不浅 雷大爷讲完 大家议论纷纷 说什么的都有 祝大郎气愤地叫嚷道 那是白家男人软弱 要是我 提着刀砍死狐狸 众人笑着说 大郎喝醉了 在瞎说里 祝大郎说 我没有喝醉 你们说说看 狐狸除了害人 还有什么用 我以后见一只杀一只 雷大爷劝解说 狐仙厉害这里 你不要乱说话 小心得罪了他们 吃不了兜着走 祝大郎冷笑一声 满嘴难听的恶话 大家都知道他有点二 没人接茶 转移了话题 晚上回到家里 祝大郎愤愤不平地对老婆说起这事 高声大骂狐狸该死 发誓明天上山 见一个杀一个 老婆劝解说 和人一样 狐狸有好也有坏 山上的狐狸没有惹你 你又何必多声事端 祝大郎心里冷笑女人头发长见事端 心里打定主意 睡觉去了 第二天早饭后 祝大郎赶着羊群上山放牧 好巧不巧 一只老狐狸从不远处路过 祝大郎冲着狐狸大声叫骂起来 连狐狸的祖宗十八代都骂了 老狐狸走了好远 听见他骂得难听 转身蹲在一块巨石上 歪着头看着祝大郎 祝大郎气不打一处来 说道 咋的啦 你还不服气 看老子收拾你 说吧 捡起石头砸向老狐狸 老狐狸躲开 看了他一眼 迈着步子走了 祝大郎还不罢休 拿着羊鞭在后追赶 喝骂不休 老狐狸的身影不见了 祝大郎还在跳着脚叫骂 正骂得欢 老狐狸忽然转来了 冲着祝大郎叫了一声 祝大郎跺着脚喊叫道 怎么了 不服是不是 有本事你使出来 老狐狸忽然发出鬼魅一般的叫声 只见正在吃草的羊群 排着队向前跑去 祝大郎冲上前阻拦 却根本拦不住 这些羊就像被某种神秘的力量控制着 迈着僵硬的脚步 一直跑到悬崖上 一个接一个地跳了下去 祝大郎惊慌地跑到崖底 那些羊跳下去后 都变成了石头 他回头去找老狐狸 已经不见了 祝大郎像被霜打了的茄子一样 粘巴巴地回到家里 老婆得知真相 气得大骂他糊涂 无端找上灾祸 二十多只羊没有了 全家人去喝西北风吗 祝大郎病倒了 不吃不喝 躺在床上像个死人 心里懊悔极了 老婆儿子在旁边啼哭不止 老婆劝说道 当家的 你想开点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让我们孤儿寡母如何活下去啊 忽然 外面传来一声狐狸叫 接着屋门传来响声 像被什么重物撞击了一下 儿子跑去打开门 门外躺着一封银子 他惊喜地拿着银子给祝大郎看 祝大郎一下子从床上跃起 抱着银子呜呜哭了起来 这些银子足够抵偿羊群的损失了 全家人有活路了 他冲到屋外 对着老狐狸的身影扣了一个头 这以后 祝大郎再也不犯二了 不过 他也再也没有看见过后山上的狐狸了 估计他们全家搬走了 很久以前 小山村里住着一户姓石的人家 只有母子二人 儿子名叫石南傅 年近二十 因为家境贫困 至今没有定下亲事 母亲米氏为了儿子的亲事 可谓操碎了心 却也回天无力 急得头发也白了 这一天 忽然来了一名逃难的年轻女子 米氏心善 端来一碗米粥给她喝 女子喝过后 已在门框歇息 和米氏聊了起来 当得知石南傅还没有娶妻 女子自见枕席 想留下来给石家当儿媳妇 米氏喜不自胜 忙把女子让进屋里 拿来自己的衣服 让她梳洗换上 女子洗刷干净 换上衣服出来 只见她生得花容月貌 宛如天仙下凡 女子自称姓苍 归名仙娘 本是大户人家闺女 因为北方闹起匪患 她不得不随着父母逃亡 一路南下 父母死在逃难的路上 剩下仙娘一人孤苦无依 石南傅给财主家打短功 晚上回来后 米氏祭祀了祖先 让他俩圆了房 石南傅温欲满怀 恍如在梦中 对仙娘疼爱背致 小两口感情非常好 米氏看在眼里洗在心里 仙娘很勤快 把家务操持得井井有条 根本不用米氏操心 可是 米氏仍然愁眉不展 为啥 因为贫穷 家里的两亩薄田 刚好够一家人的口粮 靠石南傅给财主家打短功 挣一点日常开支的费用 日子本就捉襟见肘 如今天了一口人吃饭 越发显得拮据 有一天晚上 石南傅长须短叹 仙娘询问原因 她讲了家里的困境 每天累死累活 却也只能勉强维持温饱 觉得生活没有盼头 仙娘笑着安慰了她一番 说 吉人自有天下 好日子会来的 第二天上午 仙娘告诉石南傅 屋后有一片草地 不妨开墾成菜园子 种上菜书 也好丰富一下家里的菜盘子 石南傅认为可行 就和仙娘拿着锄头 到屋后的草地上挖了起来 忽然 仙娘大叫起来 原来她挖到一块金子 石南傅大喜 跑过来拿起金子 用衣巾擦干净 放在嘴里咬了一下 兴奋地说道 是真的 仙娘继续挖 又挖出了几块金子 石南傅很兴奋 也奋力挖了起来 奇怪的是 她一块金子也没有挖到 仙娘前后一共挖出了几百两黄金 把石南傅和米氏高兴的嘴都合不拢 石家一下子抱负起来 开始大兴土木 盖起了毫无惊涉 聘请了许多丫鬟仆妇家仆 过起了锦衣玉食的生活 在仙娘的建议下 石南傅开始读书 当起了彬彬有礼的书生 石南傅本是书香门第 只不过到她父亲这一带没落了 她才没有钱读书 俗话说 人一阔脸就变 石南傅掉进了浮窝子里 风流的本性就显露出来了 她开始在外面招风惹蝶 棉花素柳 花天酒地 仙娘知道后 劝说道 我不能生育 你那个小妾传宗接代才是正经事 大可不必处处留情 外面的残花败柳 除了消耗钱财和精力 没有一点好处 可是 石南傅根本听不进去 仙娘无奈之下 只得告诉婆婆 希望米氏管教一下石南傅 米氏把儿子叫到跟前 训斥说 放着这么好的媳妇 你不珍惜 天天在外采摘野花 成何体统 石南傅不敢反驳母亲 低声责骂了仙娘几句 拂袖而去 再也不肯踏进仙娘的卧室 仙娘派丫鬟请了几回 石南傅都不理 独自塑在书房里 这一天 仙娘派小丫鬟送给石南傅一封信 信上说了她来石家的前因后果 石南傅独霸 满面羞惨 急忙跑去找仙娘 却以人去楼空 原来 仙娘是一名女狐 一百多年前 她被猎人捕获 承蒙石家祖先搭救 得以活命 后来修炼成仙 为了报答石家 她一直关注着石家后代 得知到了石南傅这一代 家境日益贫困 就假装逃难女子投奔石家 帮助她家发财致富 其实 那些挖出来的金子 都是仙娘使用法术得来的 地下根本就没有埋藏金子 让她始料未及的是 石南傅见色妄意 不思进取 是扶不起的刘阿斗 她只得选择离开 她在信的末尾讲 那些钱财 本不属于石南傅 她要全部带走 第二天早上 石南傅一觉醒来 发现屋子还是以前的破旧屋子 值钱的家当和金银珠宝都消失不见了 家里仍然一贫如洗 石南傅坐在那里 呆如木鸡 心里充满着后悔 多行善事 必有后福 这人只因救了喜鹊的幼厨 喜鹊报恩 让他偶然听懂了喜鹊的叫声 躲过灾祸 故事的旨意在于 劝人为善 勿以善小而不为 唐朝末年 小山村里有一家姓田的农户 门前有一棵大柳树 大柳树的枝丫上 有一个喜鹊窝 已经搭建好几年了 喜鹊被人们认为是吉祥的鸟 唧唧喳喳的叫声 听起来让人舒心 至少田大郎是这样认为的 最近田大郎遇上了 繁星市 他家的一块水田离米三郎家比较近 而米家恰好有一块水田就在田家附近 两家经过协商 把水田换了过来 彼此都方便 但是今年雨水少 米三郎换过来的水田离河流远 没有抽到水 河苗都干死了 而他家原先的那块水田 如今给了田大郎 就在河边 水车抽水方便 涨势良好 估计不会减产 于是米三郎后悔了 要求把水田换回来 田大郎当然不肯 当初是米三郎要求换的 哪能这么轻易地换回来 米三郎经常过来吵闹 田大郎据理力争 最后双方闹僵了 米三郎一指诉状告到县衙 田大郎接到通知 今天去县衙 听后县令审案 他一大早出门 听见枝头上喜鹊的叫声 回头对老婆说 听见喜鹊的叫声 是好兆头 官司一定能赢 老婆问道 你能听懂喜鹊的话 田大郎笑着说 我哪有这种本事 喜鹊是极想咬 一出门就听见他的叫声 注定有喜事 到了县衙 县太爷升堂 先后听了米三郎和田大郎的诉说 又传唤了许多证人 最后宣判田大郎胜诉 水田不用换回去了 米三郎狡辩说 我们只是口头协定 彼此的地气都在各自的手里 算不得数 县令大鹤道 当初口头协定时 有几个证人在旁作证 做人要讲信用 岂能看见今年的收成好 就出而反而 贺令将米三郎打了二十大板 当唐立下契约 永世不得反悔 田大郎赢了官司 回家喝了一点小酒 庆贺了一下 这是就算过去了 田大郎和米三郎 彼此过着各自的日子 相安无事 过了一段时间 这一天的中午 田大郎端着一碗手擀面 放上臭豆腐 坐在柳树下吃得满头大汗 忽然听见喜鹊的惊叫声 抬头一看 两只喜鹊绕着柳树惊恐地飞着 一条毒蛇 窜进了鸟窝里 坐在吞食幼储 田大郎赶紧扔掉碗 冲进屋里拿着一根竹竿 又飞快地冲出来 爬上大柳树 举起竹竿 将毒蛇挑落下来 毒蛇落在地上 蜿蜒爬上树 张嘴扑向田大郎 田大郎怒吓道 你还不得了了 我本想放你一条生路 你反倒来作死 他举起竹竿 将毒蛇打死 两只喜鹊回到鸟窝里 冲着田大郎叽叽喳喳地叫着 田大郎笑着说 我们是邻居 相互照应是应该的 你们不用谢我 老婆笑着说 你怎么知道 他们是在道谢 你又听不懂 田大郎大笑着说 他们肯定是说谢谢 难不成 他们会咒骂我 与理不通啊 转眼到了秋收季节 田大郎的那块水田获得丰收 又一次激起了 米三郎心中的愤闷 这一天晚上 他在屋里辗转反侧 难以入眠 突然间 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 他爬起来 溜到田大郎的家里 点燃了柴垛 火苗窜起 米三郎转身引没于夜幕里 树上的喜鹊 叽叽喳喳地大叫起来 田大郎从梦中惊醒 一咕噜从床上爬起 喊醒老婆 冲出屋门救火 幸亏扑就及时 没有酿成大祸 老婆询问田大郎 他怎么知道失火了 田大郎说 真是奇怪 我突然听懂了喜鹊的叫声 他们在大声呼喊失火了失火了 故此爬起来救火 田大郎走出屋门 来到大柳树下 冲喜鹊问道 喜鹊 喜鹊 快告诉我 是谁放的火 只听喜鹊叫了起来 老婆听不懂 问田大郎 喜鹊说的什么 田大郎说 他们说 是米三郎放的火 田大郎将米三郎告到县衙 县令动用大型 米三郎招架不住 只得招任了 县令将米三郎打了二十大板 游街示众 田大郎能听懂喜鹊的话 传遍四方 好多人来找田大郎 让他问问喜鹊 家里有何吉凶 但是 从此以后 田大郎再也听不懂喜鹊的叫声了 如果身边有一个鬼仆 听从差遣 岂不是快一人声 本故事以传奇的笔法 离奇的情节 讲述了秀才 收服了一个鬼仆的经过 套用一句电视剧里的歌词 故事里的是 说不是就不是 是也不是 这只是一个故事而已 仅供读者诸君闲暇时间 消遣而已 切莫与封建迷信对号入座 明朝嘉靖年间 有一个姓梁的秀才 参加了好几次相识不忠 不由得心灰意冷 加上家境贫困 需要他谋生养家 于是改行当了渔翁 当渔翁他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门前有一条大河 鱼虾很多 而且他的舅舅就是打鱼人 有师父教他入门 再加上投入不多 买一些鱼具就行了 梁秀才到几十里外的舅舅家住了几天 舅舅传授给他一些打鱼的诀窍 手把手地教他使用各种鱼具 梁秀才很快上了手 回到家后 脱下秀才服 穿上打杂的短装 梁秀才正式上岗 成了打鱼人 梁秀才每天傍晚 开始到大河里布网 坐在河边烤着篝火 到了半夜里收网 然后回家睡觉 收获的鱼虾 大清早拿到集市上去卖 倒也能养家糊口 但是好景不长 三个月后的一天晚上 他刚刚不下网 忽然从水里冒出一个怪物 尖嘴猴塞 暴精秃牙 脑袋是尖的 在水里游来游去 梁秀才心知他是水鬼 呵斥道 你这个水鬼好没道理 没看见我在这里下了鱼网吗 你在水里闹腾 不是把鱼都赶跑了吗 水鬼发出嘎嘎的怪笑 尖着嗓子喊道 这是我的地盘 不准你在这里打鱼 这一晚 在水鬼的捣乱下 只收获了一些小鱼小虾 换不了半斤盐 梁秀才气呼呼地回去了 第二天晚上 梁秀才往上游走了几百米 开始下网 刚把网下完 水鬼又冒了出来 无论梁秀才如何呵斥 他就是不走 不住地捣乱 无庸置疑 又是一场空 一连几晚上都是如此 最后一晚上 梁秀才忍不住破口大骂 水鬼大发脾气 把鱼网撕烂了 梁秀才无奈之下 只有待在家里生闷气 这一天晚上 梁秀才躺在床上思考对策 突然想起家里藏着一部道书 里面画满各种咒语 急忙爬起来 翻箱倒柜找了出来 这部道书是祖传之物 据说先祖辈里有一位道士 擅长捉鬼 留下这部书 书上全是各种驱鬼的符咒 梁秀才细细地研读起来 却似懂非懂 到了第五章的时候 他眼睛一亮 仔细读了起来 这一章讲的是 捉水鬼的符咒 其中有一节是镇鬼咒 巧的是 咒语比较简单 正好字符他都认识 于是 他把咒语熟记下来 第二天晚上 梁秀才拿着补好的鱼网 有备而来 他把网下好 水鬼就冒了出来 梁秀才念起了咒语 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念着 水鬼捂着头叫腾 在水里蹦跳翻腾 卷起阵阵波浪 后来 他跳上岸 扑向梁秀才 意图阻止他 梁秀才念得更大声了 水鬼疼得 根本无法进身 水鬼尖声哭叫着 跪在梁秀才面前求饶 梁秀才说 求饶可以 但是你今后必须听我拆遣 水鬼跳起来尖叫道 我自由自在多好 干嘛要听你拆遣 梁秀才又念起咒语 水鬼疼得贪软在地 口吐白沫 虚弱地说 主人 我服了 以后听你拆遣 梁秀才说 你跟着我 其实也很简单 你每天晚上帮我网鱼 天亮前送两鱼搂鱼到我的家门口就行了 我喜欢读书 仍然穿上我的秀才服 在家安心读书 只要我考上进士后 就会放了你 水鬼跪下 恭恭敬敬地答应下来 自此后 水鬼每晚送满满的两鱼搂鱼到梁家门口 梁秀才解决了养家糊口的问题 重新燃起了科举的梦想 在家安心读书 三年后 梁秀才参加乡试 摇身一变 成为梁举人 第二年参加会试 榜上有名 来年春上参加电视 中了春榜第十七名进士 分配到江南当县令去了 临行之前的晚上 梁县令来到河边 告诫水鬼不要胡作非为 水鬼唯唯诺诺 梁县令给他烧了许多纸钱 恢复了他的自由身 四十年后 梁之府告老还乡 在原先的住址 建造了亭台楼阁 以养天年 水鬼念旧 偶尔会送几条鱼 放在他家门口 梁之府礼尚往来 每逢七月半的时候 也会烧一些纸钱给水鬼 康熙年间 有个名叫梁骏彩的书生 科举无望 便想转行做买卖 他的表叔是个走南闯北的商人 答应带他出去闯闯 约定半个月后 在码头上集合 一起去江南贩卖丝绸 梦骏彩询问需要带多少银子 表叔讲 丝绸是贵重之物 价格高 要想多赚钱 必须多代银两 不少于三百两 三百两银子 对于家境一般的梦骏彩来说 无疑是一笔巨款 好在他有个姓马的至交好友 是富家子弟 答应借钱给他 不要利息 只要按时归还本金就行了 梦骏彩大喜过望 说了一大堆感谢的话语 写下借句 约定年底归还 按下手印 背着银子回家 银子装在搭连里 往肩上一搭 大约十多斤重 两边各一半 背起来走路 一点也不吃力 走到半路上 遇见了邻村的牛三 牛三见搭连鼓鼓囊囊的 顺嘴问道 背这么多银子干什么 这是他的狡猾之处 搭连不一定装银子 他看着像银子 却不能肯定 一般人会问 装的什么东西啊 有警觉之人 就会随便说一件东西搪塞过去 他先入为主 直接讲明是银子 一般人就会顺着他的话 说出实话 孟俊彩就是这种没有心机的人 顺嘴说道 我要出去做生意 借了一些银子做本钱 说着话 两人挫奸而过 牛三边走边暗想 看分量 不少于三百两 这么大一笔钱 岂能放过 他动起了歪心思 牛三表面上是个正经人 暗地里却是一个良上君子 专干不要本钱的买卖 因为他本领高强 故此一直没有被发现 到了晚上 牛三潜伏在孟俊彩的院子里 等待时机 到了三更以后 孟俊彩起来 打开门 到院子旁边的毛坑里小姐 牛三趁机溜进屋里躲起来 孟俊彩小姐回来 不一会 打起了憨声 左边的屋子里 睡着孟俊彩的父母 右边的屋子里 睡着孟俊彩夫妻俩和孩子 牛三在堂屋里 没有找到银子 就慢慢地推开门 前进孟俊彩的卧室 在柜子里找到了搭连 他背起来就走 孟俊彩的老婆早上起来 烧火做饭 发现屋门开着 赶紧喊醒孟俊彩 孟俊彩一咕噜爬起来 打开柜门 顿时傻了眼 银子不在了 家里昨晚被贼偷了 这笔银子不是小数目 按照他家目前的收入水平 十年也还不上 本想借银子 做生意赚一些钱 如今连本钱都没有了 与掉进了深渊里 有什么区别 夫妻俩抱头痛哭 父母听见哭声 过来询问 得知实情 也大哭起来 一家人都像双打的茄子 没精打采的 孟俊彩急忙去报官 捕头询问了一些情况 让他回去等消息 几天没有下文 这一天 孟俊彩去衙门询问消息 没有进展 心情十分郁闷 他跑到小酒馆里 要了两个菜 一壶酒 喝得醉醺醺的 回到家中 进大门的时候 看见门神 禁不住指着门神大骂起来 斥责他们 不管事 足足骂了小半个时辰 门神是秦书宝和御池公的花响 当天晚上 牛三正在睡梦中 忽然看见秦书宝手持金简闯进来 喝赤道 还不快快归还 孟俊彩的银子 牛三大骇 站起来就跑 刚到外面 就被御池公 拿着金鞭堵住 牛三急忙跪下求饶 狡辩说 没有偷窃 御池公喝赤道 一派胡言 我们亲眼看见 你偷的 举起双鞭就打 秦书宝追上来 举起双茧也打 牛三疼得撕心裂肺 大叫着醒了 发现 被鞭河茧打过的地方 红肿起来 扫痒不止 到了白天 竟然溃烂起来 找郎中涂抹了药膏 不见好转 到晚上 牛三又梦见 秦书宝和御池公 追着他打 责令他归还 孟俊彩的银子 牛三醒来后 根本不敢入睡 天亮后 他去找到高人 求他帮忙驱邪 高人怒斥说 这是两位正神 我等必知 唯恐不及 你真是要钱 不要命了 赶快按照 他们所说 去做 还能保得一条性命 牛三回来后 赶紧背着搭连 来到孟俊彩的家里 跪地求饶 孟俊彩得到银子 喜极而泣 没有为难牛三 这以后 牛三喜心革面 再也不敢偷窃了 孟俊彩跪在门神前 叩头感谢两位门神的护佑 为自己当初出言不逊道歉 过了几天 他带着银子跟着表叔做生意 不到几年 便发了大财 他家里的门神 一直张贴着秦书宝和御池公的画像 没有换过其他门神 很久以前 有一个老秀才好心善 科举一直不递 好生郁闷 好在家境还不错 他在后花园里收集了不少假山怪石 齐花一草 常常流连期间 借以排解怀才不遇的苦闷 除了到后花园排解心情外 好心善还有一种排解心情的办法 那就是欣赏一块羊之玉 这块羊之玉乃是祖传之物 晶莹剔透 最为神奇的是 如果盯着羊之玉看 里面会幻化出各种奇异的景象 有时候是海市渗楼 有时候是茫茫临海 有时候是繁华人间 每一次都不一样 转眼又到了相识之期 好心善去郡城参加考试 考试完毕 他也不等张榜公布 就往家里赶去 出了城门 他看见一名老者 挑着一袋货物 微颤颤地走来 忽然倒在地上 不省人事 好多人远远地看着 不敢上前搀扶 好心善走上前 叹了叹鼻息 呼吸微弱 他急忙出前请人 把老者抬到附近医馆里医制 那袋货物寄存在附近的店铺里 郎中检查一番 说是心脚痛 给他开了药 叮嘱要静养 好心善问老者住在哪里 他张着嘴屋里挖拉 原来是个哑巴 好心善就雇了一辆牛车 把他拉到家里养病 那袋货物也放在马车上 一起拉回去了 过了半个月 老者才康复 对着好心善鞠了一个躬 挑着货物告辞 好多人嘲笑他 救了老者 连他姓慎名谁家住何处都不知道 好心善笑笑说 施恩不图报 又何必非要弄清楚 他的姓名和家世呢 转眼六年过去 好心善依然没有考上举人 他自探命薄浮浅 渐渐地冷落了科举之心 在家里身居简出 修身养性 这一天 本地的大财主提布修来访 提布修是本县县令的老丈人 仗着女婿的官威 胡作非为 无人敢惹 提布修 开门见山地说 听说你家有个祖传 宝贝杨之玉 我想一宝眼福 好心善本不想搭理他 但是知道 这人心胸狭窄 雅字必报 得罪不起 只得极不情愿地拿出杨之玉 递给皮布修 皮布修拿过杨之玉 看见里面出现的神奇幻象 嘖嘖称奇 他把杨之玉往怀里一塞 转身就跑 跨上马扬长而去 这不是公然抢劫吗 好心善慌忙追出来 被皮布修的恶奴拦住 举拳就打 皮布修转眼间不见踪影 恶奴也撒腿跑掉了 好心善坐在门口仰天大哭 左邻右舍围上前 得知缘由 纷纷破口大骂皮 不休真无耻 他们鼓动好心善去县衙讨回公道 愿意去作证 好心善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只得写了一纸诉状 带着左邻右舍 到县衙里击鼓鸣冤 县令派师爷对好心善而语 让他撤了诉状 可是好心善不甘心祖传宝贝被抢 不愿撤诉 县令只得派人去传皮布修 皮布修当堂耍赖 说他确实去好家拜访 并观看了杨之玉 但是没有抢走 好心善实属诬陷 县令贺令差役将好心善打了二十大板 判他诬陷良民 打入大牢里 皮布修寄予好家的田产和县令密谋 暗中下毒手 趁机霸占好心善的良田 县令让皮布修写下契约 让好心善按下手印 只要他把良田转让给皮布修 就把他释放 这些良田是好家的根本 没有了良田 他家如何生活 好心善坚决不答应 县令三天两头让牢头抽打好心善 不让家属送饭进来 好心善磅窗发作 疼痛难忍 加上又饥又渴 于是脱下衣衫 系在栅栏上 想上吊自杀 这时 面前出现南极仙翁 劝说道 你暂且忍耐三天 我会想办法搭救你的 过了三天 巡抚来到县衙 说是南极仙翁托梦给他 县令胡作非为 让好心善蒙受了冤屈 巡抚重新审理案件 把皮布修收入监牢 把杨之玉归还给好心善 并将他当堂释放 县令也被削之为民 好心善回到家中 南极仙翁现身 好心善急忙上前拜见 感谢他的搭救之恩 南极仙翁笑着说 我之所以搭救你 是为了报恩 原来 南极仙翁因为顶撞了天地 被罚下凡尘 贬折为聋哑人 受苦受难一事 好心善救治的那位老者 就是被贬下凡尘的南极仙翁 前不久 处罚的期限已满 老者死去 南极仙翁回归仙位 他得知好心善有难 特来搭救 自此后 好心善在家里供奉着南极仙翁的仙位 往往有求必应 唐玄宗时期 书生范聪熙是个狂生 胆大妄为 为人正直 他听说朱大户有一所闲置的庄园 里面闹妖 便去找朱大户租下来读书 朱大户讲了闹妖的事 告诫他好自为之 不要去招惹妖怪 范聪熙却哈哈大笑数声 狂妄地说 我天不怕地不怕 还怕什么妖怪 我来帮你治妖 朱大户见他如此狂妄 连租金也不要 免费让他住进去读书 朱大户打着如意算盘 要是范聪熙这个狂生 能赶走妖怪 何尝不是一件好事 如果真的能治住妖怪 他感谢还来不及 哪能要钱 范聪熙将庄园打扫一番 住了进去 到了晚上 他捧书夜读 忽然看见门缝里 爬进一只蟑螂 他放下书本 捉住了蟑螂 用筷子夹住 放在灯火上炙烤 蟑螂挣扎着 发出叫声 那种叫声 听起来怪怪的 像是急切的呼救之声 不一会 门被撞开 冲进来一个两寸左右的小人 穿戴着盔甲 骑着战马 挥着宝剑来到范聪熙的面前 喊叫道 快住手 竟敢欺负我的仆从 真是胆大妄为 范聪熙见他不过两寸长 却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 心中好笑 将烧焦的蟑螂往他身上 使劲一扔 不懈地说 还给你 蟑螂将骑士连人带马撞翻 战马压在骑士的腿上 骑士费了好大的劲 才将腿从马身下抽出 走起路来 一瘸一拐的 他将战马拉起 翻身上马 挥舞着宝剑冲向范聪熙 范聪熙呵呵大笑 抬起脚 连人带马踢到墙上 骑士和战马都摔晕过去了 范聪熙起身 喷一口冷茶 骑士和战马浑身一机灵 都醒了过来 骑士挥舞着宝剑 气羞羞地说 大胆狂徒 你等着 我让你好瞧 说完 骑士牵着战马 拨着腿走出门 消失在夜幕里 范聪熙暗笑一声 想不到这就是妖怪 竟然如此不堪一击 他起身关上门 坐下来继续读书 过了不久 从门缝里走进来两个年老妇人 也是两寸长 挽着高高的发迹 穿着古怪的服装 手里各自拿着法杖 其中一个老妇说道 我俩是巫师 你胆敢打伤了我国太子 国王非常愤怒 特令我俩来捉拿你去王宫问罪 范聪熙哈哈大笑 抬起脚就像说话的巫师踢去 巫师的法杖向他一指 他的腿竟然僵硬起来 悬在半空不能动弹 另一个巫师手举拳杖 嘴里念念有词 范聪熙忽然变得恍惚起来 浑身乏力 一下子坐在地上 无法动弹 两个巫师拳杖一挥 射出两根绳子 缠绕在范聪熙的身上 将他捂花大绑 紧跟着 一个巫师嘴里念念有词 鹤声起 范聪熙不由自主地站起来 跟在巫师的身后 向外面走去 走了不远 来到一座宫殿门前 可是 宫殿的门 只有老鼠洞大小 范聪熙根本无法进去 他正在犹豫之时 巫师念起咒语 范聪熙头脑一阵晕眩 人已进了宫殿 只见宫殿的宝座上 端坐着一位穿着王服的人 他的旁边坐着太子 太子的胳膊上缠着布袋 鼻青脸肿 似乎伤得很重 国王呵斥道 你是何人 竟敢伤我太子 左右 给我杀了他 几十个挺着长矛的武士 冲进宫殿 围着范聪熙 范聪熙跪在地上 说道 我是书生范聪熙 来此读书 无意冒犯 还请见谅宽恕我吧 国王摸着胡须 沉吟良久 说道 死罪可饶 活罪难免 给我重大二十大板 早有几个大汉走上前 按住范聪熙 打了二十大板 范聪熙感觉到真似一般的疼痛 打过之后 巫师念动咒语 范聪熙一阵晕眩 人已在房中 第二天早上醒来 范聪熙喊来几个壮汉 寻着线索搜索到大院墙壁 在角落处发现一个洞口 鸡蛋大小 顺着洞口挖掘 深达一丈多 踩到洞底 里面都是蟑螂 估计能装满十几箩筐 他们不断地翻涌着 保护着中间一只体型较大的蟑螂 这只蟑螂浑身呈红色 估计就是国王 壮汉们丢下干柴油脂 点起火焰 将蟑螂全部烧死 范聪熙的屁股 挨打的地方 生了浓疮 又疼又痒 一连吃了几副药 躺了半个月 才痊愈 这以后 庄园里再也没有出现怪事 两年后 范聪熙考上举人 搬了出去 朱大户为了感谢他除妖 送给他一百两银子的酬劳 并请他喝了一顿酒 唐太宗年间 小山村里忽然来了一个算命先生 村民们闲来无事 都来到村头的大柳树下 围着算命先生算命 村民们差不多都算了 不好也不坏 都是普通人的命 平淡无奇 焦大龄也来凑热闹 算了命 算命先生摇着头说 你是一个穷命 命中无财 有人插话说 万一哪一天 焦大龄发一笔横财呢 算命先生说 就算捡到钱 也守不住 弄不好 还会惹出灾祸 焦大龄灰头土脸的挤出人群 他相信这话 他目前是村里最穷的人 连老婆也没有 他家原本不穷的 母亲突然得了一种怪病 久治不遇 把家底消耗空了 才撒手稀去 这以后 焦大龄只要积攒一点钱 就会出现一点小麻烦 把钱财好去 命中无财就无财吧 焦大龄安于天命 与世无争 过着平淡的日子 单身汉也有单身汉的好处 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三年 这一天 焦大龄打算去县城探望表叔 表叔在县城一家酒馆里当大厨 表叔很高兴 打样后 炒了几个下酒菜 和焦大龄一直喝到大半夜 第二天上午 焦大龄告辞回家 刚走出县城城门不久 他忽然内急 跑到一棵大树后 小姐被一个东西一半 差点跌倒 焦大龄定睛一看 却是一个搭连 他打开一看 惊讶地眼珠子差点掉下来 里面竟然装着六封银子 五十两一封 一共三百两 这是一笔巨款 普通人家一年的收成 也不过十两多 按照焦大龄挣钱的能力 一辈子也挣不了这么多钱 有了这笔巨款 可以建造房屋 购置良田 过起令人羡慕的富裕生活 但是焦大龄一点也不惊喜 反倒觉得烫手 因为他命中无财 这笔巨款 无疑会带来灾祸 而且 丢银的人 不知道急成什么样 干脆 他就守在此地等候施主 焦大龄把 搭连藏起来 坐在大树下等着 过了大半个时辰 来了一个骑毛驴的汉子 满头大汉 一脸焦急的样子 他询问焦大龄 有没有看见一个搭连 里面装着银子 原来汉子姓刘行四 刘四是个伙计 出去帮老板收账 今天一大早往回来赶 哪知道把搭连丢了 焦大龄询问了一些细节 见刘四都说对了 便把搭连拿出来给他 刘四这才想起来 他走到这里那集 不想拴驴子 又担心驴子 把搭连驮着跑了 就把搭连从驴背上拿下来 放在树下 小解完 他忘了搭连 骑上驴子就走 等到回到店铺时 才发现搭连不见了 故此骑着毛驴 沿路寻找 刘四拿出五两银子 表达谢意 焦大龄高低不要 刘四激动地说 要是找不回三百两银子 我赔偿不起 只有死路一条 你还了银子 等于救了我的命 这点谢意 你无论如何也要收下 说完 扔下就走 焦大龄拿着五两银子 发起筹来 对于命中无财的他来说 有钱不一定是好事 弄不好 就会整出什么幺蛾子来 他愁眉苦脸地走着 一个时辰后 来到了小镇上 只见镇口围着一群人 焦大龄挤进去一看 原来是一对妇女 跪在一具尸体旁 向众人求助 他们一家人从北方逃难 来到此地 母亲病死 无钱安葬 可是 围观的人多 没有人愿意施舍钱财 焦大龄大喜 终于可以把五两银子 用出去了 他扔下五两银子就走 过了一段时间 这对妇女竟然找上门来 围观的人中 有认识焦大龄的 妇女俩打听着找上门来 女子姓胡 胡妇要把女儿许 配挤焦大龄为妻 焦大龄摇着头说 我命中无财 你们跟着我会受苦的 胡适说 我们有手有脚 还能苦到哪里去 胡妇说 你是好心人 我把女儿嫁给你放心 婚后 胡适让焦大龄 添置了一辆纺车 白天干活 晚上纺线 胡妇原本是个猎人 在山上猎货一些野鸡野兔 几年后 焦家日子富裕起来 说也奇怪 这以后 焦大龄积攒了一些钱 却一点怪事 也没有出现 焦大龄四十多岁的某一天 算命先生又来了 他看了看焦大龄 惊讶地说 你一天之内 接连做了两件大善事 改变了命运 正所谓 有心灾花花不发 无心插柳柳成因 人不怕穷 就怕心地不善 做善事 确实能改变命运 不属于自己的 就不要存在非分之想 才能守住做人的底线 大家对此有什么感想 不妨分享出来 一起共勉 古时候 偏远的一个小镇上 忽然来了一对 说书的妇女 搭起帐篷 说起书来 来听书的人很多 百不同就在其中 百不同是这一代首富之家 全仰仗 他的爷爷百将军告老还乡 带回大量金银财宝 说书人说的是说唐衍一全本 非常费时 百不同天天晚上来听书 时间一长 和说书人的女儿宝珠好上了 两个人都觉得离开了对方活不下去 相伤着托人说美 伯不同把想法对爷爷一说 百老将军生气地说 想不到你如此没有出息 竟然和说书的戏子好上了 实在是有汝门风 父亲在城里做生意 家里爷爷做主 爷爷不同意 这是没戏了 百不同灰溜溜地去找宝珠 说了情况 过了几天 说书人米快嘴登门拜访百老将军 原来 他听说百老将军不同意女儿宝珠 和百不同的婚事 亲自登门说 没想到百老将军很是固执 唬着脸说道 门不当户不对的 提的哪门子亲 起身赶米快嘴离开 米快嘴看见厅堂里摆着一座佛像 冷哼一声 说道 哼 棒打鸳鸯 真是铁石心肠 佛祖知道了都会落泪 百老将军生气地说 要是佛祖会落泪 我就同意这门亲 米快嘴补了一句 说 此话当真 百老将军说道 君子无戏言 转眼到了初一 百老将军在院子里摆上香案 点燃两只巨大的香烛 把厅堂里的佛像请到香案上 烧纸扣拜 百老将军信佛 每逢初一都会供奉佛祖烧香扣拜 烧纸的时候 百不瞳拿出一大捆草纸 不住地往香炉里扔 此时正是六月 被火焰烤着 百不瞳脸上的汗水一个劲地往下流 百老将军好生奇怪 问道 你葫芦里装的什么药 平时烧香 你躲得远远的 喊都喊不来 今天怎么这么积极 百不瞳黑黑笑着说 爷爷 我要看看佛祖会不会流泪 我刚在佛祖面前许下心愿 要取宝珠为妻 看看灵不灵 百老将军低咕道 真是痴人说梦 佛祖怎么会流泪 这时 伯不瞳惊喜地喊道 爷爷 快看 佛祖流泪了 流泪了 我和宝珠的婚事 佛祖同意了 百老将军一惊 果然 佛像的眼睛里流下一滴泪水 他跪下来叩头 说道 多谢佛祖护佑 起身吩咐管家 选个黄道吉日 去找米快嘴下聘 百家来下聘 米快嘴还有不答应之礼 他年事已高 不能总在外面漂泊 也该居家养老了 宝珠的婚事 一直是他的心病 这姑娘 心高气傲 一般人 看不上眼 他喜欢上了百家少爷 也算眼光不错 嫁给百家 至少衣食无忧了 下了聘 百老将军 派人给县城里的儿子 送去一份书信 讲了他做主 给孙子伯不同定下一门亲 让他们夫妻抽时间回来 举办婚礼 百父收到书信 请风水先生定下婚期 给百老将军回了书信 到了婚期 他们夫妻俩坐着马车 回到百府 热热闹闹地举办了婚礼 既然是一家人了 就没有让亲家住在外面帐篷的必要了 百家腾出一座小院子 让米快嘴住了进去 在此移养天年 办完婚礼 百不同的父母回城里去了 这一天晚上 米快嘴吃完晚饭 回他的小院子去了 小两口侍奉 百老将军吃完晚饭 手拉着手准备回新房 百老将军脸一沉 说道 你们如今遂了心愿 该告诉我 佛像为何会流泪了吧 百老将军虽然信佛 但是他不相信佛像会流泪 这里面定有蹊跷 百不同说道 爷爷 这是宝珠的主意 宝珠脸一红 说道 爷爷 这是我爹的主意 有一部书里 讲到这个事情 只不过现学现卖而已 当初把佛像从厅堂里 请到院子里 香岸上时 百不同悄悄在佛像的眼睛里 涂上松树油脂 六月天 天气本就炎热 油脂容易融化 加上百不同不停地烧草纸 或是烧得旺旺的 油脂自然融化流了出来 原来如此 百老将军这才想起 当初被米快嘴带进沟里了 米快嘴心里有谱 才会说了一句佛祖流泪 并追问了一句此话当真 他征战杀成半辈子 竟然栽在一个说书人手里 不过 看着这一对家人如此般配 犹如珠连碧河 他心里也不后悔上了当 百老将军乐呵呵地说 有个说书人出身的亲家 鬼点子多 以后要小心了 宝珠和百不同 伴着鬼脸 如非一般 到新房去了 唐玄宗时期 书生乌八糟 为了清静读书 租赖了马财主的别院读书 马财主的别院 建造在山脚下 背山面水 柳树环绕 环境清静优雅 这本是马财主修养的所在 因为里面闹妖 便闲置下来 乌八糟不相信妖怪之说 贪图便宜 便租下来读书 乌八糟小的时候 遇见一位算命先生 说他命中注定高官厚禄 故此 他发奋读书 发誓要走科举之路 光宗耀祖 自从乌八糟住进来后 一直没有什么怪异的事情发生 转眼到了夏天 每当明月高悬 清风徐徐之时 他便兴致高涨 吟诗一首 然后俯琴弹唱 这一天晚上 乌八糟读了一会书 见月亮的清灰 洒落在庭院里 分外美好 忍不住吟诗一首 拿出摇琴 谱成曲调 唱了起来 正在吟唱之时 院墙外的树林里 传来轻微的响动 接着刮起一阵怪风 乌八糟心里明了 必有妖物来到 于是停下琴声 朗声说道 墙外适合妖物 既然被琴声所吸引 想来也具有一颗雅致之心 不妨进来一续 却见墙上 献出一颗美女的头 笑着说 妾身不是什么妖物 是不远处的朱家之女 因为被琴声所吸引 故此惊扰了郎君 实在抱歉 乌八糟见女子生的花容月貌 心里早就波澜起伏 急忙搬来梯子 邀她进屋一续 朱世娇羞的一笑 阿娜多姿地走进来 在椅子上坐下来 笑着问道 世上有这么漂亮的妖物吗 乌八糟歉意地一笑 说道 因为谣传此屋闹妖 故此言语冒犯 多有得罪 还请海寒 朱世大笑起来 直笑地捂着肚子 趴在书岸上 说道 马财主这个老头 老不正经 欺负小丫鬟 那一晚 我恰好路过 故此吓唬了她一下 她便喊叫有妖怪 这纯粹是以讹传讹 原来如此 乌八糟也大笑起来 两人闲聊一会 乌八糟觉得 朱世谈吐不俗 越发喜欢 便邀请朱世歇宿 两人很是恩爱 说不尽到不完的情意 到了凌晨 朱世起身告辞 乌八糟问她 何时再来 朱世促眉说 父母管教慎严 妾身也没法天天来 如有机会 我一定再来 说吧 匆匆离去 到了晚上 一直等到半夜 朱世也没有现身 一连几天 都是如此 乌八糟的脑海里 尽是朱世的身影 差点思念成疾 这一天晚上 朱世来了 乌八糟喜出望外 拉着他的手 再也不肯松开 到了早上 朱世起身告辞 乌八糟极力挽留 无奈朱世不答应 乌八糟便把朱世的一只绣花鞋 藏在怀里 不肯拿出来 朱世苦苦哀求 没有鞋子 山路上都是荆棘 他无法回家 可是 乌八糟就是不肯拿出来 坏笑着说 我巴不得你陪在身边 不回家正好 留下来陪伴我 耳听得鸡叫三遍 天光大亮了 朱世急得花容失色 也不讨要鞋子了 急匆匆地走了 乌八糟又睡了一觉 起床后 发现地上有一溜血迹 心中怪异 顺着血迹追寻 来到两百米开外的李老汉家 血迹到了朱圈 乌八糟探头 往猪圈里一看 里面躺着一只母猪 母猪的一只后脚 没有猪蹄壳 已经红肿 还在流着血 他大吃一惊 探手从怀里拿出绣花鞋 却是猪蹄壳 乌八糟突然明白了 原来和他两情相悦的 是一头猪腰 乌八糟觉得一阵恶心涌上心头 干呕了一阵 跑进李老汉家里 举着猪蹄壳 树说了遭遇 李老汉大怒 拿着猎叉 杀死了母猪 当天晚上 乌八糟 刚入睡 就看见猪是哭着走进来 责怪他心狠 说道 虽然我是猪女 但是对你的情谊 是真的 佛说 众生平等 你们书生能接受女狐 女鬼 和他们演绎一场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 为何不能接受猪女 致我死于非命 我要去殷私投诉你 乌八糟担心遭到猪女的报复 不敢在别院读书了 搬回家里居住 后来 他参加科举考试 多次名落孙山 一直到四十多岁了 还一事无成 而且越来越穷 有一年 乌八糟到外地游学 遇见一位先锋道骨的老道 老道对他说 因为他导致猪女死亡 被上天剥夺了福禄 故此一生碌碌无为 穷困潦倒 乌八糟心生后悔 万念俱灰 回到家里 忧思成吉 没有几年 便抛下妻儿 撒手西去 世上有一种人 落难时遇到贤妻 沾了妻子的光 得适后 就忘了妻子的恩德 开始修妻 本期民间故事 就讲述了这么一个人 才做了一个即将发达的梦 变起了修妻的念头 遭到神灵的惩戒 故事采用了荒诞的笔法 意在劝戒世人 要珍惜身边的妻子 任何成功与荣耀 都有妻子的一份功劳 切不可抛弃 一起奋斗过的妻子 惹人耻笑 宋神宗时期 有一个名叫苏七月的穷秀才 父母早亡 独自一人苦读 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年纪二十出头了 还没有说上亲 有一个好心的媒婆 对她说 刘财主的女儿瑞贤 她愿不愿意娶 愿意的话 她去说哈 瑞贤长着一副阴阳脸 一半皮肤白皙 一半皮肤有黑 显得非常丑陋 也快二十岁了 一直嫁不出去 刘财主扬言 谁要是娶了瑞贤 她不但不要聘礼 还倒送五百两银子的嫁妆 就算如此也没人愿意娶这个丑女人 苏七月想了想 说道女子足不出户 丑与不丑不重要 只要贤惠就好 其实她内心的想法是 自己家徒四壁 能娶个妻子就不错了 关键是五百两银子的嫁妆 能缓解她的贫穷 在媒婆的撮合下 苏七月娶了瑞贤 瑞贤善解人意 很是贤惠 侍奉苏七月读书 让她没有了后顾之忧 苏七月非常满意 小两口恩恩爱爱 琴瑟和谐 至于那五百两银子的嫁妆 在瑞贤的督促下 苏七月买了十几亩粮田 剩下的银子购置了家当 在瑞贤的操持下 日子过得倒也安稳 转眼间到了相视之期 临行之前 苏七月到城隍庙里烧香祷告 恳请城隍爷保佑她终局 到了晚上 苏七月梦见城隍爷 对她说 你放心去考试吧 你是文曲兴夏凡 命里注定 有一场富贵 此次必定高中 她日金榜提名 是早晚的事 苏七月醒来 大喜过望 赶紧打点行装启程 到了郡城 她下榻在一处客栈里 既然城隍爷说她能高中 她也不去温补功课 而是满脸得意洋洋 到处游玩 这一天晚上 苏七月在酒楼里喝得醉熏熏的 回到客栈后 躺在床上 想起梦中城隍爷的话 不免思绪万千 想入飞飞起来 她既然是文曲兴夏凡 能够金榜提名 日后必然是朝廷命官 少不了官场上的应酬 老婆瑞贤长得如此丑陋 根本带不出门 实在是与她的身份不配 她暗自决定 等到中举后 便把瑞贤修了 免得日后当了官在修妻 被人唾骂 紧跟着 苏七月开始盘算 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妻子 貌美如花是必然的 年少也是必须的 最好是名门之后 想着想着 她不免得意地笑出声来 心里别提多美了 考试过后 苏七月住在客栈里等候消息 过了一段时间 张榜公布名单 苏七月没有发现自己的名字 犹如当头泼下一条冷水 她灰头土脸地回到家里 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放下行李 连瑞贤给他准备的洗尘酒 也不喝 苏七月急冲冲地来到城隍庙 跪在城隍爷面前哭诉 为何城隍爷忽悠他 到了晚上 城隍爷又来到苏七月的梦中 指责说 你能有饭吃 有书读 全是仰仗妻子的贤惠 可是你不讲情义 还没有发迹 就想休妻 故此神灵惩罚你 让你这次不能终举 意在告诫你 切不可抛弃妻子 你妻子是大福之人 你必须善待她一生 休了她 你终将落魄一生 苏七月醒来 下得出了一身冷汗 自己不过冒出休妻的念头而已 神灵就知道了 真是可怕 这以后 她端正思想 再也不敢有非分之想了 一心一意地刻苦读书 过了三年 苏七月中了举人 不久后参加会事电视 高中进士 成为官员 她带着妻子妇任 兢兢业业地处理正事 属地有一个尼姑庵 夜里的老尼是个得道高人 她去官衙里拜访苏七月 说道 尊夫人之所以长了一副阴阳脸 完全是为了你 她是你命中注定的妻子 为了防止嫁错他人 故此上天 让他变丑 你才有机会娶他为妻 如今 该是恢复他的美貌的时候了 老尼拿出一种药膏 让瑞贤涂抹在脸上 一连涂抹了七七四十九天 瑞贤那半边有黑的皮肤 变得和另一边一样 白嫩了 瑞贤变得貌美如花 苏七月满心欢喜 更加疼爱他了 为了感谢老尼 苏七月和瑞贤送了他一份厚礼 老尼把这份厚礼 散给民间穷苦人家去了 心存善念 必有厚福 但行善事 福报自来 本故事纯属虚构 勿与封建迷信对号入座 意在劝欲世人 多做善事好事 勿以善小而不为 勿以恶小而为之 希望读者诸君独霸故事 能够对人生有所感悟 便令笔者欣慰无比了 北宋末年 书生杭文胆穷困潦倒 到北方投奔姑母 哪知道走到半路上 金兵挑起战争 遇上战乱了 他只得转身回家 可是 他身无分文 连着两天没有吃饭 第三天 他走着走着 晕倒在路上 宣将军奉命北上抵抗金兵 路上遇见晕倒的杭文胆 把他救醒过来 他见杭文胆 是个宝学之士 便把他留在身边 当了一名文书 专门负责书信和公文往来 打退金兵后 宣将军驻守在边城 这一天 他带着士兵到深山里狩猎 猎获一只白虎 宣将军大喜说道 正好 我可以制作虎皮椅了 下令士兵包掉虎皮 白虎虽然受了重伤 但是虎威还在 咆哮声不断 升阵山林 杭文胆上前说道 启禀将军 白虎难得一见 属于远古神兽 杀之唯恐不及 不如将他放归山林 不为天道 宣将军信奉神灵 每次出征之时 都要祭祀神灵 保佑取得胜利 既然杭文胆提出杀之不及 有为天道 那就放了吧 他吩咐士兵给白虎的伤口 涂抹上金创药 将他放了 过了几年 金兵大规模南下 宣将军英勇杀敌 不幸壮烈牺牲 杭文胆跟随败兵逃出战场 化妆成难民 打算回到家乡 这一天 他煮着棍子走在路上 忽然见路边晕倒一名女子 他上前试探鼻息 还有微弱气息 于是背起女子 找到一处破屋 燃起篝火 用罐子 背着小米粥 小米粥熟了 杭文胆灌了一些温热的米汤 到女子的嘴里 过了一会 女子醒了过来 女子吃了一碗小米粥后 恢复了精神 讲起了她的身世 她姓齐 闺名洪乡 北方人士 随着父母逃难 前不久 遇上一对金国骑兵 抢劫难民 他和父母被冲散 独自一人逃难 三天 没有讨要到食物 厄运在路旁 幸遇杭文胆搭救 洪乡十八岁 比杭文胆小三岁 称呼他为大哥 两人结伴同行 后来遇到一群难民 他们便和难民们一起逃难 过了几天 正在路上走着 难民的队伍突然乱了起来 有人高呼 快跑 金兵来了 不一会 一对骑兵呼啸而来 杭文胆拉着红香 赶紧躲在路边草丛里 几个金兵发现了红香 宁笑着将它提起来 横在马背上 拍马就走 杭文胆冲上前搭救 一名金兵提起狼牙棒 往他头上砸去 眼看杭文胆 就要命丧黄泉 刹那间 一股怪风呼啸而来 风中 现出一只白虎 飙起杭文胆就跑 杭文胆只觉得 耳边风声呼呼作响 赶紧闭上眼 过了大约一盏茶的功夫 风声戛然而止 杭文胆睁开眼 已经身处深山里 眼前一座草炉 面前站着一个壮士的小伙子 小伙子说道 我是白虎兴君 前来搭救你 原来 早几年 白虎兴君触犯天条 被天地处罚 到樊臣历练 被宣将军裂货 幸遇杭文胆搭救 目前 白虎兴君处罚欺满 已经归位 白虎兴君 让杭文胆住在草炉里 他化成白虎 转身离去 过了不久 白虎驮着红香来了 白虎兴君对杭文胆说 你心地善良 福报不浅 多多保重 说完 瞬间不见了 杭文胆和红香结为夫妻 住在草炉里 过了大半年 金兵退走后 他带着红香回到老家 他身边的包袱里 是他这些年的俸禄 大约五十多两白银 他买了几亩田地 和红香过起了男耕女支的日子 一年后 门口来了两个要饭的叫花子 唱着曲儿 红香听着口音 是老家的 跑出去一看 扑进两人的怀里 大哭起来 原来是他失散的父母 自此后 红香一家人团圆了 又过了半年 到了红香临盆之期 杭文胆困意来袭 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忽然见宣将军走了进来 说道 我的魂魄无所依靠 索性投奔你来了 杭文胆猛然惊醒过来 里面传来新生婴儿的啼哭声 杭文胆心知肚明 宣将军投生到他家了 因此格外呵护儿子 从此后 一家人过着安稳的日子 儿子长大后 参加了军队 后来成为抗金将领 宋太宗年间 书生长晚仔去参加乡试 傍晚时来到一个小镇上 找客栈落脚 想不到他来晚了 几家客栈都满了 此时天色已晚 前面的小镇 据此还有二十多里路 根本来不及赶路 他哀求最后一家客栈老板 帮他想想办法 总不能让他露宿街头吧 客栈老板姓赫 他想了想 说道 倒是有这么一个住处 恐怕你不敢住 长晚仔说 你且说说看 适合住处 原来 赫老板有一个侄子 年纪轻轻就得病死了 侄子才死了七天 家里就闹起了怪事 他的老婆 乌氏吓坏了 带着孩子 躲到娘家去了 临走时 乌氏把钥匙交给贺老板 托他照管一下房子 贺贺老板说 因为侄子死的时间不长 加上里面闹怪事 好多人不敢住 我也是不想让你露宿街头 才推荐你进去住 但是 你要是害怕 就算了 长晚仔笑着说 我一个读书人 一身正气 怕什么 好歹有个住处 比露宿街头强多了 贺老板说 我侄媳妇刚走两三天 里面床铺现成的 厨房里还有米面 你可以烧火做饭吃 至于住宿费 比客栈便宜一半 长晚仔说 如此甚好 贺老板找出钥匙 带着长晚仔出门 往客栈后面走去 七弯八拐 来到一处宅院 打开门 点上油灯 长晚仔四处看了看 很满意 拿出住宿费 贺老板接过来 放下两个鸡蛋就走了 长晚仔放下行李 先去厨房做饭吃 吃过饭后 他打开行李 拿出书本 躺下来看了起来 到了三更出 他困意来袭 正准备睡觉 忽然听见门外传来响声 似乎是有人敲门 他以为是贺老板想起什么事 便掌灯走出来 打开门 一张惨白的脸映入眼帘 吓得长晚仔尖叫一声 转身就往屋里跑 只见那人蹦跳着追进来 两只手伸向长晚仔的脖子 长晚仔一低头 从那人的夜下钻了出来 冲出大门 在夜幕里飞奔 那人蹦跳着追出来 紧追不舍 他虽然一蹦一跳的 但是速度飞快 长晚仔根本没法摆脱 夜色已深 灯火都已熄灭 惨淡的月色 洒在街道上 把长晚仔逃跑的影子 拉得老长 长晚仔边狂奔边高声呼救 叫声在夜空里回荡 显得分外惨烈 很快 窗户里纷纷亮起灯光 有人把头伸出窗外 过了不久 一些人拿着棍棒追上来 但是 一看到那人 吓得转头就跑 那人转过头来 开始追赶其他人 吵嚷声惊动了所有人 有个人拿来一张撒网 将那人罩住 其他人冲上前 合力将那人捆住 绑在柱子上 有人掌灯 上前查看 惊呼道 这不是贺老板的侄子吗 原来 贺老板的侄子失变了 那人还在挣扎不停 有人听说是失变 担心绳子绑不住 拿来牛筋绳 把他又绑了一遍 贺老板文言赶来 果然是侄子贺广俊 不由得老泪纵横 大家商量 连夜上山请来老道 老道来后 天色已经大亮 僵尸依然挣扎不停 老道掐指一算 对贺老板说道 你的侄子一口怨气不灭 你可以上前对他说 巫师已经死了 贺老板一眼走上前 刚说完 僵尸呼出一口气 尸体软了下来 老道恐日后生变 将死尸烧了 贺老板跑到贺广俊的坟上一看 坟头裂开了 棺材盖掀在一边 里面是空的 长晚仔好在有惊无险 辞别贺老板 启程赶路 相识过后 他一直等到名单张榜公布 发现榜上无名 便启程回家 路过那个小镇时 长晚载住在贺老板的客栈里 晚上 贺老板请他喝酒 表示感谢 原来 贺老板见侄子的僵尸 听说巫师已死 便呼出一口怨气 心内起疑 便一直诉状告到县衙 巫师听说 丈夫失变 本就害怕 到了大堂上 被县令一下唬 就招供了 巫师和别人有私情 被贺广俊发现 要休了巫师 巫师起了杀心 趁着贺广俊熟睡 伙同相好的 将贺广俊用被子捂住 用锤子敲击头部致死 不快将男子抓来 他也供认不会 贺老板说 要不是你住进屋里 我侄子的冤屈 就不会得到昭雪 长晚仔这才明白 巫师所遇到的怪事 就是僵尸撞击大门 幸亏他没有做亏心事 才敢打开大门 致使此事真相大白 正所谓为人不做亏心事 半夜敲门心不惊 要是做了亏心事呢 恐怕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提心吊胆 也不能寐 做人还是清清白白的好 至少心里踏实 清明节本是缅怀仙祖的节日 用烧纸钱 挂纸 挑来寄托对仙祖的哀思 抱着一颗平常心就好 但是 偏偏有的人抱着一颗功利心 认为年年给祖先烧纸钱 祖先应该保佑发大财 自己生活拮据 却责怪祖先没有保佑他 上坟时口出怨言 结果遭到惩罚 几百年前 偏远的小山村 有个农户万无才 就是这样的人 万无才靠着祖上留下的几亩薄田 苦心经营 日子却越过越糟心 夫妻俩加上两个孩子 早出晚归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却只能勉强度日 眼看两个儿子的年纪越来越大 因为家穷说不上亲 老婆总是牢到个不停 万无才的耳朵都快长出老姐来了 万无才也很心烦 不是他不努力 而是没有财运 就拿农闲时做小生意来说吧 他和同村的老胡饭花生到县城里卖 同样的货物 同样的价格 偏偏老胡的卖光了 他却卖不动 最后不得不降价处理 结果老胡赚了不少钱 他却略有结余 好歹没有亏本 和别人这样一对比 高下立判 气人不气人 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 村人的日子都过得比他好 唯独他似乎越努力越赚不到多少钱 微着 他心里渐渐累积了不少怨气 转眼到了清明节 万无才找老婆要钱 到集市上买祭品 去给祖先上坟 老婆拿钱出来时 忍不住埋怨了几句 说家里财运不好 老祖宗们也不保佑 这话说到万无才的心砍上了 他也是这么想的 到集市上买了鞭炮火直直飘 骑着小毛驴走在山路上 他越想越气 心里堆积了满满的怒火 因为民间里流传 爷爷坟墓的风水 掌管着孙子的运气 所以在给爷爷上坟时 万无才怒火中烧 愤恨地说 爷爷 我年年给你烧纸钱 没有马虎你 可是 你要保佑我发财啊 要是今年再不保佑我发财 以后清明节不给你上坟了 当然 万无才说话中带着很多脏字 还有很多恶毒的字眼 这里没法表述出来 以免污染失听 反正 那些带着怨气的话 就像对一个充满仇恨的人讲的 极尽歹毒之能事 不堪入耳 既扫完万家所有坟墓 万无才骑着小毛驴下山 山到崎岖 小毛驴却像发了风一样 往山下狂奔 万无才猛拉缰绳 却止不住小毛驴的脚步 在一个拐弯处 万无才被重重地摔在地上 脸撞在山石上 破了皮 鲜血淋漓 万无才疼得直哼哼 想站起来 却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 原来左小腿骨折了 他呼唤小毛驴进前 可是小毛驴只顾在路边啃青草 一直到他吃饱了 才慢吞吞地来到万无才面前 万无才咬着牙 扶着驴子站起来 好不容易爬上驴背 拍着小毛驴回到了家里 此时天色已晚 见万无才还没有回来 老婆站在外面张望 老婆一见万无才的惨状 吓了一大跳 赶紧喊来两个儿子 把万无才扶进屋里躺下 万无才眼含热泪 将遭遇讲了 吩咐两个儿子绑了一个简易担架 连夜把他抬到集市上衣馆里 华廊中给万无才的小腿正骨厚 上了家板 又给他的脸上涂了药膏 然后开了几副药 万无才一直在家里休养了将近三个月 才痊愈 不过 脸上从此留下一块显眼的疤痕 万无才觉得这一跤摔得蹊跷 心里不服 就带着礼品 去找到远房表叔 问问会不会有什么怪异 表叔热情地款待他 饮酒间 他说了来意 不料 表叔说出一番话来 让他惊讶无比 表叔是个半仙 他掐指一算 大笑着说 你这是报应 他告诉万无才 不该在坟前喝骂他的爷爷 犯了大忌 继扫祖先的坟墓 本是孝心的表现 可是辱骂先祖 却是大逆不道的行为 自然遭到天谴 万无才心虚起来 颤声问表叔 要不要摆置一下 表叔说 千万要记住 以后不要再辱骂祖宗 不然会遭到报应的 这次只是小小惩戒了一番 伤及皮肉 从而触及心灵 如果再犯 就不会这么简单地放过了 故事讲完了 有些事情需要探讨一下 第一 故事表明了一个道理 要尊重先祖和孝道文化 没有宣传封建迷信之嫌 切莫与封建迷信 对号入座 第二 祖先保佑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但是不能成为祖先必然的责任 祖先活着的时候 也是一个普通人 死后 哪里会有那么大的神通 让后代发财 一切随缘 心态平和 生活自然就会安好 话说山东邹平县 有个姓侯的牛衣 心地非常善良 也比较敬畏鬼神 这一天 他请人耕田 中午的时候 拎着一篮子饭菜 送到田里给耕田人吃 路上 忽然来了一阵旋风 围着他旋来旋去 他心知有意 急忙放下篮子 咬了几勺子汤饭倒在地上 祭奠鬼神 这时 旋风飞走了 过了几天 猴牛衣到城皇庙闲逛 看见里面有一座神像 素的是刘泉献瓜 刘泉这个神仙 在《西游记》第十一回里有记载 他曾经替李世民到阴间进献瓜果 成了神仙 刘泉塑像的两只眼睛 被鸟粪糊住了 猴牛一叹口气说 这些鸟怎么能玷污神灵 刘大哥不该遭受如此罪过 他爬上神岸用手指清除干净鸟粪 转眼几年过去 这一天 猴牛一不舒服 就躺在床上睡觉 忽然进来两个鬼族 拉着他就走 到了一座关崖门前 两个鬼族找他索要贿赂 猴牛一说 我出来的匆忙 身上没有带钱财 鬼族不一 喊打喊杀的 逼得猴牛一哀声叹气 无计可施 这时 关崖里面出来一个绿衣人 看见猴牛一 惊讶地问道 猴老爷怎么来了 猴牛一说道 我也不知道 怎么回事 就被这两个鬼爷抓来了 绿衣人斥责鬼族说 不得对猴老爷无礼 两个鬼族连忙点头 哈腰地说 不知者不罪 猴大爷莫怪 忽然听见里面传来雷鸣般的鼓声 绿衣人说道 老爷升堂了 便让猴牛一跟他进去 进了大堂 他让猴牛一在台阶下等着 说道 我先进去 帮你问问是什么事 绿衣人走上台阶 向一位官员招手 官员走过来 两人凑近说了几句话 就见那位官员走下来 拱手说道 猴大哥来了 没什么大事 一匹马告了你 当堂对质说清楚就行了 说完就回到大堂去了 过了一会 大堂上传呼猴牛一的名字 他走到大堂上 公案前跪下 旁边跪着一匹马 上面的判官问道 猴牛一 这匹马告你毒死了他 可有这回事 猴牛一说道 这是天大的冤枉 他本来得了瘟疫 我兼要给他治病 要方式治疗瘟疫的 没有什么问题 他吃了不见好转 第二天便死了 与我有什么关系 马愤愤不平地说 明明是吃了你的药材死的 你不必推脱责任 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判官便让拿生死不来 上面注明了马的寿命和死亡日期 判官核查 马的死亡日期和生死不上规定的一样 说明马的寿命到了 与猴牛一无关 判官呵斥道 你这匹马真混账 你的寿数到期了 与猴牛一合肝 怎能诬告人家 吩咐把马轰下堂去 他又转头对猴牛一说 你本意是想救活他 是他的受限到了 与你无关 你还阳去吧 命令鬼族送猴牛一回去 御医人和官员把猴牛一送出大堂 叮嘱鬼族好生善待猴牛一 猴牛一问道 承蒙两位官兆 还不知道你们姓甚名谁 还请告诉我 让我铭记于心 日后图报 御医人笑着说 三年前 我从泰山赶回来 半路上又渴又饿 疲惫至极 在你们村外 你咬了几勺 汤饭给我吃 对我有恩 官员笑着说 我就是刘犬 无知的鸟 用鸟粪糊住了我双眼 我非常郁闷 幸亏你出手相帮 这份恩情 岂能忘却 本来想请你喝酒 但是阴间的酒窑阳间人 不能吃 甚为遗憾 猴牛一这才明白 盲公申行礼感谢他们 挥手道别 到了家门口 两个鬼族告辞而去 他醒来 发现家人披麻带笑 哭哭啼啼的 原来已经死了两天 经过此事 猴牛一 见识到了真正的阴间 心里更加向善 不遗余力做起善事 逢年过节的时候 他都会用酒祭奠流泉 猴牛一一生无病 八十多岁的时候 还能像年轻人一样 骑马飞奔 这一天 猴牛一骑马在野外溜达 迎面碰见刘全骑马而来 两人拱手行礼 寒暄完毕 刘全说 猴大哥 你的寿数已尽 地府的勾叠已经发出 本来是鬼族来勾魂的 被我阻止 你回家安排后世 三天后 我来接你 我早已经为你在地府里谋求了一个小官职 在阴间不会受苦受难 说完 告辞而去 猴牛一回家告诉了妻子儿女 让他们安排后世 和亲朋好友 一个个道别 第四天 天刚刚擦黑 猴牛一平静地说 刘大哥来接我了 我走了 微笑着躺进棺材里 去世了 很久以前 山区里住着一位名叫汤不显的牧羊人 每天赶着一大群羊上山放牧 他有一个十来岁的儿子 闲着无事 也跟着他一起放羊 顺便捡干柴回家 这一天下午 父子俩躺在草地上 任羊群在草丛里吃草 忽然 一名老汉来到面前 笑容可居地问道 羊卖不卖 原来他今晚嫁女 想买两只羊款带客人 汤不显站起来 客客气气地说 当然卖 不过价钱要比市场价贵两成 我可以赶羊上门 如果宰杀的话 另外算钱 老汉同意了 让他赶羊上门 包宰杀 汤不显选了两只肥羊 跟着老汉走了 叮嘱儿子 把羊群赶回家 老汉自称姓胡 就住在山那边 翻过山顶不远处就是 汤不显好奇地问道 我经常到山那边放羊 怎么不见住着人家 也不认识你 胡老汉甘笑两声 说道 我最近才搬过来 你当然不认识 到了住处 只见好一座气派的庄园 张灯结彩 一派喜气洋洋 屋里坐着几个宾客 正在谈笑风生 好不热闹 汤不显开始宰杀肥羊 完工后 把羊过了秤 胡老汉把钱付清 汤不显拱手告辞 胡老汉笑着说 你下了力 就在这里吃了晚饭再走不迟 汤不显最喜欢杯中之物 只要有酒喝 他什么都可以 不管不顾 他厚着脸皮笑着说 恭敬不如从命 在下叨扰了 胡老汉把他引到一张桌子上坐下 汤不显冲 各位宾客抱拳行礼 然后不客气地坐下 不一会 酒菜上桌 只见器皿都是金银的 酒中是白玉的 场面很是奢华 汤不显边吃喝边纳闷 想不到山野人家 竟然有如此豪富之家 酒席散后 亲朋好友喝茶叙话 汤不显向胡老汉告辞 举着火把回家去了 到了家里 他禁不住向老婆炫耀胡老汉家里的排场 拿出白玉杯给老婆看 原来 汤不显起了贪心 悄悄地把白玉杯涩进怀里带了回来 第二天一大早 汤不显骑着小毛驴到了县城 去了古玩铺 想把白玉杯卖掉 问掌柜能出多少钱 掌柜大喜 拿着白玉杯仔细观看 最后伸出五根手指 说道 一口价 这个数 汤不显惊讶地问道 五百两 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五百两够他成为小富之家 掌柜说 五千两 什么什么 汤不显揉揉耳朵 以为听错了 五千两 他立马成为富翁了 汤不显驮着银两回家 父子二人挖了一个地窖 把银子藏了起来 过了一段时间 他开始翻盖新房 置办田产 当起了富翁 人们改口称呼 他为汤圆外 当然 他也没有必要放羊了 转眼大半年过去 忽然来了十几个差役 将汤不显锁到县衙里 原来 他被侯业府告了 那支白玉杯后来 被侯业看见 认出是他祖爷爷的陪葬品 白玉杯里 有侯业府的案记 连同金银餐具 一共陪葬了两套 侯业怀疑汤不显到了祖爷爷的墓 县令下令严刑拷打 汤不显大喊冤枉 招出从胡老汉家里偷拿的 柴翼们压着他去找胡老汉 到了地方一看 哪里有房子 只有一座高大的坟墓 正是老侯爷的 大家猜测 有可能胡老汉是狐狸精幻化的 好多狐狸精专门住在古墓里 侯业府的人检查了老侯爷的坟墓 没有被挖掘的痕迹 而且里面布满机关 很难倒挖 尽管汤不显一再辩解 他没有盗墓 而且墓地也没有被盗的痕迹 但是侯爷为了杀鸡害侯 直使县令将汤不显判了死刑 下在死囚牢里 并且超没了家产 汤不显的肠子都毁清了 不该建材起心 如今连命都丢了 他在监牢里耗桃痛哭 责怪胡老汉不该骗他 到了晚上 胡老汉托梦 声称他是狐狸精 那晚他嫁女儿 在老侯爷的坟墓里款待宾客 借用的餐具全部是陪葬品 他说道 我可以将你从死亡线上救回来 但是救死就不了生 当晚 侯爷梦见胡老汉 讲了那晚的经过 并且承诺把白玉杯放回牧室里 让他饶了汤不显的死罪 侯爷醒来 找到县令 发现白玉杯果然不在了 而且门锁完好 这才相信是狐狸精所为 但是 死罪可免 活罪难饶 县令重新宣判 将汤不显判处边塞充军 超媒家产 临上路时 老婆儿子哭哭啼啼地来送行 汤不显叹口气 对儿子说 你还是老老实实地放羊吧 好歹能混口饭吃 明朝崇祯初年 山脚下有一座庄园 庄主名叫雷山牛 不喜读书 却喜欢五棍弄棒 擅长骑射 具有百步穿羊的本领 山脚下周围五百多亩田地 都是雷山牛的 这一年的秋季 眼看庄稼快要成熟了 雷山牛忽然接到家仆的报告 田地里的作物 被野物糟蹋了不少 到了晚上 雷山牛骑着马 带着几名仆丛 躲在山脚下 一直守候了大半夜 没有一点动静 眼看到了银石 天色快亮了 雷山牛实在熬不住困意 正准备起身回去 恰在这时 从山上刮起一阵怪风 呼啦啦冲了下来 不一会 出现一头大水牛 跑到田地间偷食 浓作物 朦胧的光线下 只见水牛身形庞大 牛角粗大锋利 有随从小声说 看样子 这是一头野牛 雷山牛说道 管它是何方神圣 只要偷吃我的东西 就让它有来无回 说吧 年功大剑 一剑射去 正中野牛的脖子 野牛大叫一声 转身向山上跑去 刮起一阵旋风 雷山牛急忙翻身上马 在后面追赶 可是 野牛跑得太快了 追了不久 竟然不见了踪影 雷山牛仔细搜寻 此时天色微亮 光线变好 他在草地上发现血迹 便催马顺着血迹一路追寻 走了不久 血迹进了山洞 雷山牛跳下马 发现仆从们都没有跟上来 便把马拴在洞口 孤身一人摸进山洞 好在山洞不长 前面透出光亮 雷山牛寻着光亮走去 走了大约两百多米 光亮处是一处出口 只见外面是另一番景象 鸟语花香 春光明媚 宛如人间仙境 不远处有一座宫殿 大门紧闭 雷山牛来到宫殿门口 敲了起来 不一会 大门打开 出现一个牛头人身的家伙 冲着雷山牛吼叫道 大胆狂徒 竟敢擅闯击雷山宫殿 还不快走 雷山牛非常奇怪 问道 你是何方妖物 是不是你糟蹋了我的田地 牛头怪物摸着脖子上的伤口 说道 我偷吃了你的东西 你射了我一箭 大家扯平了 雷山牛不干 索要赔偿 牛头怪物恼羞成怒 拿出兵器 和雷山牛打了起来 雷山牛武艺高强 和牛头怪物斗了五十多回合 不分胜负 这时从宫殿里走出牛魔王 身边依偎着玉面公主 牛魔王大声呵斥道 什么人 胆敢打扰我的清静 牛头怪物跑到牛魔王面前 跪下说 启禀大王 山下村民跑到此处撒野 雷山牛走上前说道 原来牛魔王真的存在 西游记是真的 草民雷山牛拜见牛魔王 便将前因后果讲了一遍 牛魔王训斥了牛头怪物一顿 然后把雷山牛请进宫殿坐下 说道 是我管教不利 我愿意赔偿你 你也知道 我们是方外之人 身边没有财物 这样吧 我送你一粒仙丹 说吧 让玉面公主进去拿仙丹 不一会 玉面公主拿出一个小锦盒 打开 里面有三粒仙丹 分别成红黄绿色 牛魔王说 红色仙丹是强筋丹 吃了它可以强筋健体 无疾而终 黄色仙丹是助颜丹 吃了它可以永保青春 不会衰老 绿色仙丹是颜寿丹 吃了它可以颜寿一百年 这三种仙丹 你可以选择一粒仙丹 雷山牛思来想去 最终选择了绿色仙丹 拿起仙丹 牛魔王说 很好 你的寿数原本六十岁 如今仙丹寿丹 就可以活到一百六十岁了 雷山牛满心欢喜 败谢而去 等到它出了洞口 一回头 洞口消失不见 只剩下一堵崖壁 雷山牛成为长寿之人 起初 它满心欢喜 特别是看到 同龄人都纷纷死去 而它依然耳聪目明 心里欢喜无限 但是 越到后来 它越是后悔 自从老婆死后 它想续贤 但是 大家都知道它的寿数 没有年轻女子 愿意嫁给它 从此后 它便寂寞起来 到了它一百四十岁时 儿子孙子 从孙子都已经离世 活着的后代 与它相隔太远 基本上 没有什么感情 很少与它来往 雷山牛真正体会到了 孤独寂寞冷的滋味 它想早点死掉 可是 无论它采用什么办法 就是死不掉 它感觉到 越活越没有滋味 到了一百六十岁的生日那一天 雷山牛终于死了 临死前 它高喊一声 谢天谢地 我终于解脱了 眼里流下了喜悦的泪水 我终于解脱了